好 原先发生了一起 汽车窃盗案相当的乌龙 这个小姐她把车停在路边 车没有熄火人下车进美容院 结果给小偷看到了 赶快上车油门一彩跑了 她不晓得说后面其实坐了一个妹妹 那个妹妹本来在那边睡觉 以为说姑姑回来了 车子就开走了 没想到醒来 看这个男的是谁 在后面偷偷打电话给她这个爸爸 那这个小偷自己也想说 我本来是偷车的 这样一来不是变绑架了吗 自己都吓了赶快车一丢跑了 警方小心翼翼的 看是否可以采取到任何指纹 就是这台黑色轿车 当时红杏女子急着近美容院问价钱 停在停车场的车没有熄火 让窃贼有机可乘 快速的把车开走 车子就直接加速 就开车过去追带 你看看追得到 但是追很久还是追不到 窃贼车子开了将近十分钟 竟然在这追满纸带 抱着很多杂物的后座 发现了一名女童 没有想到会有人在车上 窃贼吓坏了 女童立刻机灵的拜托窃贼 让他打电话给爸爸 只是想要偷车卖钱 可没有想要绑架小孩 当下把窃贼吓得赶紧绕跑 连车门都没有关 幸好女童机灵的沿路记录标 知道自己在新屋交流到附近 赶紧告知自己的位置 虽然没有立即逮捕窃贼 但警方目前已经掌握心中 幸好不是绑架 否则可吓坏了所有的人 中间新闻房主划 王雷亚桃源采访报导 王雷亚桃源采访报导